Saba ID 大家好 我来自老娃在杨玛丽 是想是媳妇 2021年是中老家交 60周年 也是中老好年 我是一个老娃嫁到中国的媳妇 这几年 我都知道了哪些 今天呢 要来给大家分享一下 第一 中老文化交流 中国在老娃开市 红紫说院 教我们老娃人了解更多 中国的文化和知识 能学习汉语 然后老娃政府 要鼓励老娃学生来中国留学 能学习到中国的文化 素季的技术 如果哪个学生能考上来中国留学 国家都会的要补助 那些生活费啊 学费 国家补助已经雇了 第二 经济交流 在我们老娃有很多中国人 在老娃做生意 开超市 饭店 酒店 卖衣服 卖手机 卖摩托车 卖家具 冰箱 冰柜 等等等等 很多的都是中国人 在我们老娃每一个省 每一个市 每一个县 都会有中国人 我自己住的地方就是农村一个镇厂 不过呢 有很多中国人在我们镇厂做了生意 超市 饭店 酒店 卖手机 卖摩托车 还有很多其他等等 在我们的镇厂 很多的都是中国人 然后我们老娃的农产品 比如水果 还有我们家现在种那个香蕉 搁下来那个浇水 完全都是卖到中国 还有其他等等的农产品 很多 完全都是卖到中国去 第三 医疗研究 在我们老娃每一个省 都会有中国医院 在我自己住的就是一个小镇 不过都会有一个中国医院 在老娃大部分的老娃人 如果说生病的小毛病 那就会去老娃医院看 不过一般的大毛病 我们老娃人都会选择的 要去中国医院看 第四 机械研究 中国帮助老娃 书铁路 书水电站 书高速公路 这个铁路呢 12月2号就要开通了 也是选择我们老娃国庆节的日子 来开通这个铁路 第五 中国和老娃和建了一个摩天经济特区 这个以后建起来对中老的 商品贸易带来更多的偏见 我身为一个老娃家到中国的女孩 我希望中老两国能更加密切的合作 让我们老娃的国家 跟着中国发达的红利 让我们老娃人民也能观察幸福的生活 吃穿都不处这种生活 最后呢 祝中老两国 友谊传重 今天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谢谢你们观看视频 谢谢点赞和关注 拜拜啦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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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